咱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三段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三段的这么第一句话 他说 看屏幕 他说 Although an ocean wave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a wall of water moving in your direction In actuality, waves move through the water, leaving the water about where it was 这澄清了一般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肉眼给我们的错误 Although 到第三行 direction 结束 这当然是一个让步状态的总句 尽管一个海浪 那么给人这么一种印象或者感觉 Give the impression 就是给人某种印象 给人某种感觉 作为固定剧情 咱们一会会讲解 这个后面off 一直到direction 结束 这是off 借此引出一个做impression的同位语 因为经常off引出同位语 The city of Beijing of Beijing Beijing 就是前面city的同位语 北京市 什么感觉呢 就是觉得一堵水墙 水构成的一面墙 就大波浪 是向你的方向来移动 向岸边涌过来了 好像水在前进 尽管有这么一个感觉 作者说这个要澄清了 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到剧的主观结构 Inactuality就相当于我们说的actually 或者in fact 事实上 事实上怎么样呢 Waves move through the water 这个浪是通过水来移动的 浪在移动 但水本身没有动 然后后面呢 这浪通过水来移动 后面leaming到巨墨 是结果状语吧 非为动似的结果状语了 浪在移动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Leaming the water 把水留在什么呢 About About 是在什么什么左右 在什么什么附近呢 When it was 是做About的避玉层句 把水留在了它原来所在的这个地方附近 波浪 在浪 这个作为能量在水中在传播在前进在移动 水基本没有动地板 这是起伏水本身没有动 这么一个 这个里面有好多剧情 咱们可以参考 首先这个give the impression 有时候可以用同位与从事 give the impression at 本分钟用off 已经说同位与水一样的 就使人觉得 或者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什么 如果give home 加命 give somebody 就使某人觉得 或给某人的印象是什么 这是固定的句型 大家可以把它背起来 咱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先看这么一句话 he g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he really doesn't care 他使人觉得他真的并不在乎 他或者翻译成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真的不在乎 他没有说给某人印象 give home 就没有命运了 我们再看一个give home 加命运的 这在三册见过 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二十四颗 《贵中骷髅》出现这么句话 the sudden movement of the door made its way slightly and it gave me the impression that it was about to leap out at me 这个门突然间这么一动 使它就是这个骷髅骨了 挂在那轻轻地摇晃 所以就摇动也摇摆 并且呢 它使我觉得这个骷髅骨好像正要扑出来 蹦到我身上似的 使我觉得叫give me the impression that give 后面加了冰语 后面that 是它的同位从句吗 so impression 同位语 只不过本文中呢 它没用同位从句用off 也是引出同位语 总结构是类似的 impression 还有另外一个搭配 因为太常见了 咱们三册出现过 咱们顺便看一看 叫b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but 后面一般也是加同一从句 是什么意思呢 是to believe that something is true when it is not 我们认为某个事是真的 其实它并不是 叫翻译上物语为什么 这个也经常会用 比如说I'm sorry I was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you were the manager 真不好意思 我刚才还以为您是经理呢 没看清楚 离近一看是一只老鼠 很抱歉 我刚才以为是经理呢 当然这从眼神太差了 总而言之吧 搞错了 误以为是这样的 我们再看这个 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三十二个 三册里面也是 好多重点比四册还多 三册六是什么 好文章 我们再看三册三十二个 一艘沉船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它说 Though the crew were at first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lost ship had been found the contents of the sea chest proved them wrong 尽管这些船员们 一开始还以为 这个沉船被找到了 但是这个大箱子里的东西 证明他们错了 还以为怎么样 误以为怎么样 be under the impression 认为是这样的 其实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这也是impression 常见搭配 这个可以同时记住 好 再回到文中 尽管这个海浪使人觉得呢 是意图水墙向你的方向在前进 水好像在前进 这个wall of water 这个wall本来就是经常做比喻 四墙的这么一个东西 the thing similar to wall in its appearance or effect 从外表来看 或者从作用来看 向墙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wall四墙的这种样子和作用类似的 经常可以在后面叫off wall of什么什么的墙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用wall of fire wall of water 火墙啊 水墙啊 构成像墙一样的东西 看着像或作用像 其实这个off是表示比喻的 咱们三次讲过 前面是预体 后面是本体吗 像墙一样的这个火或者水 咱们看几个例子吧 比如说firefighters battled the walls of flames 消防队员在于这一面一面的火墙在搏斗 这大火性墙也挡住人不能前进 消防队员在这破火墙再前进 再比如说 the investigators were confronted by a wall of silence 那么调查人员面对的什么 一片沉默的墙 就是想调查真相 但大家都不说话 都表示沉默 尽管看不见这个墙 但作用跟墙一样 使调查无法继续挡住了 是作用向墙 再来说 the tidal wave formed a terrifying wall of water tidal 是潮汐的 这个涨潮是这个大浪 构成了令人恐怖的一堵水墙 哇 像这个安定涌来 只是像墙一样的这个东西 再这是表示比喻 咱们新概念三册第三十四课 这个幸运的发现讲过 这个GIS OF有一个重要含义 表示比喻 它做比喻时前面注意是预体 后面是本体 本体是水 预体是墙 咱们回顾一下三册三十四课 讲过的几个知识 比如说这个一个像男孩的女孩 当然我们再看看一个例子 看另外一个例子 还差一个例句 再看看这个三册第十课 还有一个冰墙 这个可以顺便看一看 三册第十课 泰坦尼克号的什么 泰坦尼克号 这个弯转得刚好及时 勉强躲过了这个巨大的冰墙 像墙一样 当然并不是墙 像墙一样的这个冰 这个在高耸出水面之上 一百多英尺高 WOW OF ICE 冰墙 像墙的这枚冰 这个说了这个OFF是比喻 回顾一下三十四课几个比喻 比如说像男孩的女孩 叫做A boy of a girl 不能说一个女孩的男孩 这个不同水 这OFF是比喻 像男孩子的女孩子 本来就是从生理结构来看 是个女的 是个黄花大姑娘 但是外表看小男的 对吧 在马路上这么一站 光着膀子 剃个大光头 胸前纹着两头带鱼 揉四个铁锹 拉两头狗 往那一站 跟黑社会老大似的 一看有黄花大姑娘 像男孩的女孩 再比如说 我们说天使般的老婆 老婆是本体 天使是玉体 an angel of a wife 这么来说 再比如说 宫殿般的房子 什么要先说宫殿 a palace of a house 像宫殿一样 前面是玉体 后面是本体 花园般的瑞士 a garden of Switzerland 玉体在前 本体在后 像花园一样的瑞士 jane是一个像一个温顺的小绵羊的女孩 完整的句子 jane is a submissive lamb of a girl 玉体是温顺的小绵羊 本体是这个女孩 像小绵羊的女孩 咱们再看看三册三十四课的课文 三册三十四课有这么句话 There is always hope that in its labyrinths of musty dark disorders rooms a real rarity will be found amongst the palace assorted on the littered floors 人们总是希望在什么呢 在labyrinth 迷宫 像迷宫一样的发霉的阴暗的杂乱无章的房间之中 能够在地板上的一堆一堆破烂货中找到一件真品 玉体是labyrinth 迷宫 本体是发霉阴暗的杂乱无章的房间 就让迷路像迷宫一般的 这是什么一个 好 回到集中 他说这么一读水墙怎么样 moving in your direction 向你的方向 这个in somebody's direction 就要朝向某人的方向 注意借此加in 这个结构在三册五十七课咱们见过 三册五十七课有这么一句话 Fortunately for me as I was wondering what to do next There appeared on the horizon a man on horseback riding in my direction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 当我正在琢磨下面该干嘛的时候呢 在地平线里那就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 人向我这边朝我的方向行使过来 这个海浪向你的方向涌过来 人起码向我的方向过来 in one's direction 如果朝向什么什么的方向 也能用in the direction of什么什么 这个也行 这就把名词扔到后边来了 这个搭配这个变化怎么太熟悉了 比如说再看一个例子 叫做Tom went off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post office Tom向这个邮局的方向出发了 Go off就动身出发了 向邮局的方向 朝见什么方向 注意介绍加in 如果向四面八方 这两个表达都对 都见过 一个叫in every direction 或者叫in all directions 意思一样 叫向四面八方 这个都是新概念出现过的 咱们看一看这个新概念第三册第五十九课 三册五十九课 叫collecting 收藏 这个书 It is a harmless habit but it litters up her desk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every time she opens it loose bits of paper fall out in every direction 就是一个无害的习惯 就是她喜欢在报纸上看到那些时装 她想要的就简移来放在初题里面 这是个无害的习惯 但是呢 这个习惯使她的这个桌子 就堆满到这么一个程度 什么程度呢 每次她打开这个桌子 打开初题的时候 松散的碎纸片 向四面八方飘散下来 in every direction 向四面八方 也能用in all directions 你不信看在这么第四册的 这个 这个 第240页 29行到第30行 41个 训练大象 这个书 在240页 29到30行 马上就会讲这个书 他说 The elephant is not immediately susceptible to such blandishments However And usually lashes fiercely with his strength in all directions 所以这个大象啊 对这种恭维 blendishment 在四十句话讲 就恭维奉承的话 并不是特别感冒 Be susceptible to 表示亦受感情影响的 我们说了也能表示容易得某个病的 十几个讲过 这个大象对这种恭维的话 并不是立刻就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 然而 并且怎么样 通常会非常猛烈的用他的鼻子向四面八方来甩 甩着鼻子要打人 lash 表示像抽鞭子样这个动作 in all directions 向四面八方 也能说in every direction 也行 总之都是跟这次in搭配 这可以同时记住 尽管表面上海浪给人的感觉是 向你的方向来涌过来 水在前进 他说事实上in actuality in actuality是个文雅的表达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说的in reality 或者actually 后面两句 你看 in actuality i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that 事实上 这个比这个东西要复杂得多 这叫事实上 怎么怎么样 再比如说 the woman he had seen performing on stage was in actuality quite older than she had seemed 就是她看正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个女人 事实上呢 比她看上去的要老得多 就化妆的好 其实年纪不小了 in actuality 叫事实上 就是云摩预期的不一样 事实上怎么样呢 waves move through the water 通过水 水没有动 后面结果状语 咱们说了leaving the water 留下这个水 about 在什么附近就相当于美式的around 什么在这边村 where it was 水原来在这地方 就在原来地方 左右 没有太大变化 能量在动 水基本没有动 下一句进一步解释 为什么水没有动呢 如果水动的话呢 麻烦大海啸了就 他说了 If the water was moving with the wave the ocean and everything on it would be racing in to the shore with obviously catastrophic results 前面if是条件状语从事 如果这个水呢 是跟浪一块在移动的话 这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这是虚拟序了 与现在事实相反 if the water用的 本来也可是is 这种是was 这个注意 在虚拟语区的条件状语从事中 必动词一般我们要用war这个词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特别是非正式的场合 我们可以用was 当然条件是主语是单数 来代替这个war 尤其在美国 在美国对语法要求不是很严格 国家里面 是在很多的教科书里面 本来用war的地方都用was 这个不能算错 但是我们在考试里面 为了稳妥其见 咱们用war是万无一失的 但用was也不能算错 那么主句中 还是wood should could mind 这是用的wood 这标准虚拟系了 如果这个水真的是跟着浪一块在移动的话 那么整个大海 还有海上的所有的东西将会怎么样 将会迅速的涌进来 因为我们在大陆 他们从外边往里进来 就涌到大陆来了 出的树涌向了岸边 后面加个结构状雨 位子到巨末是谢斯顿当今 伴随着很显然灾难性的后果 大海如果水在动 海整个扑到岸上来的话 海啸了 事实上没有发生 所以波浪在运动 水其实基本没有动 基本在原地它没有动 好 这是我们看到里边的一些细节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注意was 就是if从具虚拟 必动词理论上用war是正确的 但我们说了 越来越多的人 用was来代替war 就是在主语是单数的时候 这water不可数名词 对不对 跟单数是一样的 这我们看一下例子 尤其在美国 这用法比较转型灵活 我们看例子 If she was here she could speak on my behalf 如果她在这的话 表示她不在这 与事实相反了 如果她在这 她就能代表我讲话了 这个she was here 是最正规的 用was也不算错 因为前面是单数 尤其在美国 再比如说 If I was rich I would buy you anything 如果我有钱的话 我就可以给你买任何东西 可是我没钱 与事实相反 If I was rich 代表 I were rich 是最稳妥的 再比如说 If it was to rain The ropes would snap 如果天要下雨的话 这个绳子就会崩断了 这个主句中用的都是 Would she could 没错 It was to rain 如果天要下雨的话 用本来是ward to do 只用ward to do 这与将来趋势相反 咱们讲过 可以用ward to do 但是在主语式单数 用ward to do 也不算错 但是我们的考试时 这个时候用ward 是万无一事的 但是注意 在一些约定俗成的搭配里面 即便在非正式场合 我们也不用ward 就像一些固定搭配 比如说 If I were you 或者ward it not for 要不是 或者acid war 好像是 这是固定搭配里面 因为成语言习惯了 咱们一般不变 尤其是这几个 If I were you 刚才那个 If I was rich 那不算固定搭配 但如果我是你的 If I were you 或者倒装 ward are you 更不能用ward 这个都用ward 还有acid war 咱们讲过吧 做比喻的固定的虚拟 就好像 he is acid war a walking dictionary 它好像是一个活字典一样 这个不用acid wars 还有 if he is not for 什么什么 咱们在新概念英语第四册 第二课就讲过 要不是什么什么 要没有什么什么的话 要没有我们来自于 吃昆虫的动物 保护的话 有的时候可以用倒装 变成ward and not for 也是表示 要不是 要没有什么什么的话 这些属于约定俗成的搭配 即便在非正式掌合 咱们也不用wass 语言习惯太麻烦了 细节寄清 英语要学好 真是要下苦工 但是我们真正学词实了 我们普通人也能达到英语专业的水平 我们作为一个专家 作为一个内行人 而且英语是这么重要的语言 我们要各个行业做得好 不接触 大量的英文文献不可能 我们要出国读书 首先英文考试 就是第一关 这个英语学号太重要了 这是第三段 我们哥老师就看在这